既然标准差有它的缺点 所以后来就有新的方法 这个叫风险价值 一开始的时候是JP Morgan 这个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银行 总部在美国纽约 介绍的这个概念 假设Y是一个随机的损失 或者是你的利润 这个是考虑说你比如说你金融风暴的时候 然后你这个会亏损 然后他们想要知道说 最坏最坏的情况是怎么个样子 α是0跟1之间 它是一个信赖区间 或是信赖水准 一般是99、95或是90% γ这个值就是这个什么意思 Y是你的损失 然后它是一个随机变数 然后我们这个随机变数 会大于γ的几率 这个意思是这样子 那会等于1-α 所以这个Y这个的风险价值 就会是你的γ 所以你要决定这个数值 这个价钱到底是多少 也就是说你这个Y会大于等于这个你的价钱的机率 是等于1-α 然后这个你的损失会大于γ的机率是等于1-α 所以基本上这个风险价值是说量测你最坏的可能的损失 Letter来形容这个损失 在一个预先指定的可能性机率里面 然后一个Portfolio可以维持的最坏最坏的回到哪里 所以比如说这个95% 那这个是0.05% 所以你要看在0.05的那个点 那你到底会损失多少钱 所以我们大概看一个图片 你就知道它是一个下行风险的衡量 那我们看两个常见的这个数值例子 如果Y是一个常态分配 然后它是 这是它的这个期望 这个是期望值 这个是它的这个便利数 那么95%的这个VAR是等于多少呢 是等于你的期望值加上1.645的σ 那如果99%的话就是μ加上2.33个σ 那你可以搜寻呢 找Value at risk常态分配 然后我会待会给各位同学看 这个网页 然后它有这个Python的这个程式码 那你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非常多的东西去解释 网路上的资讯非常的多 然后这个网页有程式码 这个意思就是说 比如95% 然后这个是你的5%的所在的位置 所以说当你是在期望值的左边的时候 这个地方 你到底损失 会有多严重 这个在这个地方 VAR在这个地方 另外一个常用的方法就是说 Y呢是取这个值是Y sub K K呢是属于大S这个集合 那S呢是可能的情节 所以就说你呢 就把你这个可能的回报呢 用离扇子去表示它 那这个也是在离扇时间模拟 在模拟里面常用一种方法 我们取它的样本出来 所以Y呢这个随机变数呢等于Y sub K 这个英文念的Y sub SUB 也就是说在你的回报呢 是等于YK的时候 它的几率呢是等于P sub K 那这个几率呢 是随着你的不同的股票 或不同的情节 会得到不同的P 那如何估计P 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好 那其中的Y1呢 那这个可能的回收或是损失呢 是Y1小或等于Y2 小或点点点小或等于YS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你的VAR呢 就是等于什么等于YK 那K呢是最小的索引 使得说 你呢从KI等于K加到S 这个机率呢 加起来要大或等于E-α 所以呢 所以呢你就根据你的Y的输出 然后去算相对应的P 然后你从最大的地方 往最小的方向走 然后一直开始算 一直算你的P 那直到说你的PI大 或者你E-α 那它相对应的YK呢 就是你的VAR 所以只要排序 然后算和 那就可以得到你这个值 好 那这个呢 VAR呢 有这个它的两个主要缺点 那我们在介绍这个缺点之前呢 我们叫一个叫次可加性 这个呢是一个函数 X跟Y是它的变数 也就是说呢 这个函数X加Y 在经过这个函数的映射出来之后呢 会小或等于这个函数映射 这个Pi 这个念成Pi 这个C大谷 所以如果你相加了Pi这个值 这是一个数值 小或等于先算这个数值 再算这个数值相加 叫做次可加性 那问题是说这个VAR呢 这个它呢不是次可加性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呢买X股票跟Y股票 所以呢这个在股点的这个里面就是说 我们呢把它分散风险 分散投资 那照理讲呢 你的分散投资的话呢 会降低你的风险 这个是在我们在第九 这个前面的非信心规划讲的 但是问题呢 VAR这个指标呢 会你呢 分散投资呢 反而增加了你的VAR 所以它不是一个好的指标 所以称为缺点 第二个VAR呢 这个指标呢 不区分你的损失的规模 在你的罚值之后 所以搞不好那个罚值之后是很大的 它不管 它只管 在那个点 所以这个呢 是它两个缺点 那为了改善这个缺点 又有人提出新的衡量指标出来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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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